近段时间,乌克兰与北约正在举行各种军演,前方毫不热闹,可后院却突然起火了,乌克兰的军火库再次爆炸。 据了解,这次的爆炸地点在首都基辅以东的160公里处,距离俄乌边境不远。 当时正值深夜,爆炸引起的大火点亮了周围的村庄,去想一声接一声,直到第二天早上火势才慢慢停入,周围30公里的区域被紧急关闭,数万乌克兰民众受到了影响。 事件到最后,乌克兰直接宣布关闭整个州,影响不可不大,毕竟直接炸了近9万吨的弹药,足够引起军方的重视。 随后,乌克兰军队国防委员会主席帕森斯急撤,这已经不是中国军火库第一次爆炸了,尤其是最近两年列爆四座,可谓损失惨重。 我们一定要展开调查,这么多的意外爆炸,让人不得不怀疑有人搞鬼。 值得一提的是,随着调查的深入,第一个被起诉,那就是军火库的几名管理人员。 他们在管理仓库的过程中弯乎指手,对待自己的本职工作态度消极,完全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。 之后,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调查人员,也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。 军火库的爆炸是由四个不同地方的炸药同时引起的,同时爆炸不会这么巧合。 其中一定有猫腻,考虑到俄罗斯与乌克兰些来剑板弩张的关系。 有乌克兰军事专家甚至职业不会得成,军火库的爆炸,一定是俄罗斯的特工干的。 他们肯定是故意的。 然而,对于没有确凿证据的指责,俄罗斯专家表示, 乌克兰自己人偷偷在黑市上大肆倒卖武器,军队大量的武器数量缺口没办法解释,直接炸了军火库,所有证据都灰飞湮灭,在北造成意外事件神不知鬼不觉。 当然,不同地点同时发生爆炸,那鬼问题一定存在。 不过就算真的揪出来了,乌克兰四座军火库,超过138亿人民币的损失,也将无法返回。 如果未来发生冲突,会不会出现有钻鸡飞,没捣蛋打的尴尬局面呢? 各位看官,我们拭目以待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